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戒林 狼妇强奸三名亲生女儿 长大11年 甚至导致其中一名女儿怀孕的案件 早前不承认性侵女儿的狼妇 今天改口招任全部34项控罪 被地庭法官判处坐牢702年 以及鞭持287下 法官在庭上斥责被告说 每一个父亲在孩子的心中都是一个英雄 但被告不配 41岁的圆丘工人被告 今天在麻坡地庭面对34项指控时 承认所有罪行 不过由于所有控罪刑罚都同时执行 以及面对同一罪行者 只可以被执行最高24下边刑 换言之 被告只需坐牢38年 以及边打24下 针对被告求情 法官阿布巴卡认为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犯罪 被告一共犯了34项控状 每一项即便只是坐牢一年 也要监禁34年 法官下判前还特意要副检查司 念出三名女儿口供中 对其父亲的憎恨 讨厌 恶心 害怕的表述 让被告彻底明白 对女儿构成的伤害 三姐妹还说 父亲被捕时 他们感觉松了一口气 因为父亲对他们所做的事情 让他们感到愤怒 压力和不满 父亲终于得到教训了 法官判处被告 分别在20项强奸控罪中 每项控罪需要坐牢28年 及鞭吃10下 三项和另一人发生任何破坏体统的 猥亵行为控罪 每项控罪需要坐牢两年 11项性侵儿童罪案法令的 肢体性侵控罪 每项控罪需要坐牢5年 和打三鞭 以及27项性侵儿童罪案法令的 可信任的人性侵条文附加刑罚下 各被判坐牢3年 以及鞭打两下 根据案情 被告现年18岁的大女儿 17岁的二女儿 和12岁的第四女儿 从6岁开始 就被父亲抢奸和性侵长达11年 其中一人因为身材走样 被阿姨带往医院检查时 发现怀孕 才揭发此案 换个焦点 被餐馆辞退的华裔女子 承认偷窃餐馆超过2000令吉现款 并在失业一周后 到金店抢走价值超过 25000令吉的100克999金牌 因此被判坐牢5个月 及罚款11000令吉 没有代表律师的25岁被告 吴敏秀 在犯仁兰俯首认罪时 一边哭泣一边求情说 她需要照顾63岁患病的母亲 也知道自己做错事了 希望法庭给她机会 推示凯卢尼莎在下判时说 由于被告在一周内两度干案 而且偷走的100克金牌价值颇高 因此宣判被告在偷金牌罪行下 坐牢3个月及罚款1万令吉 无法缴付罚款 必须坐牢10个月代替 推示也判被告偷窃餐馆的钱 坐牢2个月及罚款1000令吉 无法缴付罚款 则需要坐牢1个月代替 这项刑罚需要在完成3个月监禁后 继续执行 水警的取缔行动 一事先走漏风生 执法当局在一间变相为 私烟仓库的双层排屋 埋伏4天 却捉不到人 水警直接破门入屋 发现里面放满了490箱 总值512万令吉的走私香烟 机关目前再没有任何险放落网 但是水警会继续追查下去 揪出走私香烟集团的幕后主脑 水警行动部队第一区指挥官三苏 今早在八都满水警基地召开记者会说 这批私烟相信是来自邻国 透过水路来到海中 街头人乘坐小船前来取货 再入境大马海域上岸 之后这批私烟通过陆路 藏匿在冰岛白云山一带的 装来福禄 某间双层排屋在供应给本地的私烟市场 三苏说早前水警已经暗中征查数个月 待日前时机成熟 拉队到上述地点的双层排屋展开取缔行动 但是水警在该处埋伏4天 仍不见任何可疑人士进出该屋子 最终在本月14号傍晚6点 破门而入展开搜查行动 当被寻急是否走漏风声 三苏说也许最近的水警频频打击私烟活动 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估计私烟集团成员有所警惕 日前被揭发涉嫌勾结单私里有人 骗走近10亿令吉的拿都级男子 被指在超过10年来 开设至少34家虚假公司进行诈骗 恶行被揭发后 被执法单位调查时 以成交伪造证据 所以至今都没有收到兑付 其中一名受害者 50岁的化妆品企业家 沙阿都马列 今天在记者会说 男子得逞后将资金全数转移 并以公司处于休眠状态 向大马公司委员会申请关闭 造成投资者无法取回款项 沙阿都马列说 在多名受骗者不断报案下 该男子因为涉及诈骗和逃税等 已经被多个政府执法单位 包括警方 大马公司委员会 内陆税收局 国家银行和反贪会调查 伊斯兰党到北国会议员 蒙达芝揭露 马航在提供给乘客的零食盒中 除了有各种零食和饼干 还包括了一瓶星巴克罐装饮料 他因此批评马航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课题上 欠缺敏感度 蒙达芝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参与2024年财政预算案 委员会阶段辩论时 抨击马航的做法 蒙达芝质质疑 明明有很多牌子的饮料 可以提供给乘客 为什么一定要是星巴克 他希望马航可以正视这个问题 多顾及国内穆斯林的情绪 一巴冲突在本地掀起抵制西方品牌潮 由于星巴克和美国有关联 所以也成为遭抵制的品牌之一 69位来自马中两国的厨师 参与今天起为期两天的第三届 马中美食文化厨艺交流赛之厨神争霸赛 以争夺新一代厨神的最高荣誉 参赛者们使出浑身解数 以龙为主题 创作出属于各自的菜肴作品 这项盛事是由马来西亚 雪龙姑苏胜中行餐饮业工会 和马中餐饮业协会举办 为了确保公正专业的评判 大赛更是特地邀请了16位 马中资深专业评审 根据菜品的创意 味道 技艺 摆盘和羽龙主题的契合度等 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价 两国的名厨在经历了一天的比拼后 最终将由获得最高分的选手 荣获本届交流赛的厨神殊荣 不仅如此 还有一系列的奖励 包括奖金3000令吉 厨神杯一座 厨神奖牌一面 以及厨神奖证书 2023年第三届 马中美食文化厨艺交流赛之 厨神争霸赛的成绩单 也将在明天的马中餐饮大奖颁奖晚宴诞生 国内著名旅游圣地 无罗交仪 最近发生一宗餐馆和中国顾客之间的纠纷事件 双方都各自一词 中国游客不满肉骨茶店家快打烊了 又不提前通知 省城自己用餐不到10分钟 还没吃完就被老板催促离开 不过店家反驳 游客早就已经吃完 只是在饮酒 并因为不满员工在户外收拾桌椅 以及打扫而发脾气 他强调 他已有始至终都没有催促 以及赶顾客离开 这名来自中国的网友 在抖音发布一条视频 声称他到佛罗交易旅游时 遇到一家又当又利的店家 令他感到非常生气 如果你九点要关门要打烊 那么我八点四十三分我禁店 你是不是应该提醒我一下 我们九点要关门了 您看您是吃呢还是不吃呢 您得跟我说一下 对吗 我们中国人是这么办事的 明白吧 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是你们当地马来西亚都这样呢 还说就这一家店是这样的 我八点四十三我禁店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说 我该点菜点菜 他该收钱收钱 结果九点我还没吃十分钟 他就跟我说 不过老实望肉骨茶砖店业者 林先生接受中国报访问时强调 他并没有催促 即赶顾客离开 他说该顾客是在晚上八点半左右进店 店家也很快上菜 晚上九点后 员工开始收拾户外的桌椅 以及清理卫生 并没有打扫顾客所在的室内用餐区 不料还是引起顾客不满 林先生说 当时顾客已经吃完 只是坐着饮酒 而他也没有大喊打烊 同时他还叫顾客慢慢喝 不着急 要喝到十点也没有问题 他可以等 他说 后来是该顾客情绪不好 开始发脾气 和胡言乱语 披萨是一道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快餐 不过一名中国籍女子 因为家教严格 之前都不曾吃过披萨 而当他在霹雳州单容马林的 苏丹伊德利斯教育大学求学 第一次吃到披萨时 竟然忍不住激动落泪 女子的同学 艾扎赛纳在TikTok上载视频 分享中国籍同学 边流泪边吃披萨的画面 艾扎赛纳说 当时他和同学到自助洗衣店洗衣服 刚好他买了一份披萨 就邀请对方一起享用 不料对方边吃边哭 问起时才知道原来这是他第一次吃披萨 所以觉得很感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再度历史性会晤 举世瞩目的习拜会周三在美国旧金山的 费罗利庄园正式登场 两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 包括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 恢复两军高层沟通 以及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等 大马时间16号凌晨3点15分左右 习近平的座驾是进费罗利庄园 拜登在主楼外迎接习近平 两人再次在媒体前历史性握手后 便一起进入大楼内展开对谈 其中习近平表明 中美两个大国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我还是那个看法 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的问题 这个地球融得下中美两国 我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技术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 发展道路不同 这是客观现实 但是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完全可以超越分歧 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知道 习近平叙说 他坚信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 拜登则强调 世界期待中美负责任的管控竞争 避免竞争滑向冲突 对峙或新冷战 习拜会持续两个多小时 结束后习近平和拜登共赴五宴 两人也在五宴后 于费罗利庄园内边散步边交谈 另外美国旧金山 举行亚太金河组织峰会 当地时间周三有多场游行 期间 亲中和反华示威者有肢体冲突 旧金山警方也证实 拘捕了一名涉嫌严重伤人的男子 中国政府近日悬红通缉多名缅甸北部电信诈骗头目 同时网传早前在华洛网的缅北电片头目摻毁 促家族尽快释放诈骗园区的中国人 微博周三又流传缅甸加速遣送中国人回国 中国公安与缅甸、泰国、辽国 自8月起合作打击诈骗行动以来 已经从缅甸押借数批诈骗疑犯回到中国 缅甸瓦邦司法委周三再次向中国警方 移交了277名中国籍电信诈骗疑犯 其中包括了6名台籍人士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观光圣地 越南古城顺化 周三因为大雨陷入汪洋 数一千计的房屋被淹在水中 道路交通中断 国营媒体刊发的照片显示 居民坐船航行在淹水的大街上 房屋和汽车部分泡在水中 印度警方表示 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周三发生一起 巴士偏离山区道路 坠入深谷的事故 造成至少37人死亡 由于至少有18人在车祸中受伤送医 警方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 少林市方丈四永信 日前拜访美国旧金山Meta总部 并发表主旨演讲 禅宗遇到AI 施永信表示 当古老的东方禅宗思想 遇到21世纪尖端技术的人工智能 人文与科技的交汇 势必会给当今世界的人们 带来新的启示 西班牙橄榄油行业组织 昨天举办了一场热气球之旅 邀请巴西媒体朋友乘坐热气球 飞越西班牙主要橄榄油产区 哈恩的上空 一览橄榄种植园的美景 新闻的最后 带您一起仰望一望无际的橄榄种植园 我是建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